中国A股市场两大权重股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昨天晚上发布了2007年度年报 他们的业绩都是有大幅的增长 另外两家银行还首次披露了在美国次贷危机当中所受损失的情况 年报显示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工商银行中国银行2007年税后利润分别为823亿元和562.4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64.9%和31.33% 每股收益分别为0.24元和0.22元 对于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造成的损失 两家银行也首次披露了具体数据 工行行长杨凯生透露 工行投资美国次级房贷支持债券总额为12.26亿美元 信用评级全部为AA级以上 我们对12.26亿美元次级债的这个浮亏 已经足额的提取了不备 我们现在累计具体的减资准备已经达到了4亿美元 浮亏全部覆盖了 而且还超过了这个浮亏额 美国次贷给工商银行所带来的影响是有限的 中国银行也透露去年第四季度处置了部分风险较高的美国次贷债券 及相关的全部债务抵押债券目前还持有49.9亿美元 相关减值准备余额为12.95亿美元 工行中行群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债券投资的监控与管理有效控制风险 上周五中国证监会就创业板管理办法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意见 而创业板推出的时机成了投资者关注的话题 证监会的相关人士日前就这个问题做了回答 证监会相关人士表示创业板将于年内推出 但具体时间安排不会根据护身股市的涨低而定 在谈到创业板具体推出时间安排时 这位负责人表示 具体时间安排取决于创业企业的准备情况 保健机构净值的调查情况 还有国家金融市场整体的把握 创业板的交易规则将在发行管理办法推出后公布 与目前的主板市场的交易规则将有所区别 台湾上班族赴大陆求职热情高涨 三月预付大陆人数超过1.7万 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 丁俊辉以5比3击败英国选手乔佩里晋级16强 压结无尽凝聚智慧和力量 只为心中梦想成就天地见 未来在于创造 雅结无尽 老家 美丽乡村 梦里老家 江西雾园 建筑百年打尽 绿材我始终选尖美 好品质 还有好服务 这么多年 尖美从未让我失望 中国名牌持名商标 精美理财 古月传家酿 千年品滋养 懂滋养好享受 品古月龙山 国翠黄酒 古月龙山 中文国际频道的新闻60分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 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消防局昨天举行了新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表示1月2号德惠国际广场的火灾是由外来火源意外引发的 据新闻发言人介绍发生在今年1月2号的乌鲁木齐德惠国际广场火灾 起火处是广场二期A段和B段之间斜坡通道南侧经营托把扫把的临时摊位 据调查 起火处的临时摊位是违章搭建的 存在使用明火取暖的现象 起火当天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 斜坡通道内由于高叉形成风口风力较大 起火处所在的斜坡通道附近有火炉炉渣乱到现象 火灾发生之后 由消防刑侦等部门的150多名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火灾原因调查组进行了多方排查 没有发现有故意报复放火的线索 此次火灾事故的发生 与德惠国际广场的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 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 消防固定设施管理使用不善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也是酿成这次火灾的根本原因 2008年1月2号 乌鲁木齐市德惠国际广场发生的这场火灾 造成两名群众死亡 三名消防官兵牺牲 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大美青海香港型活动 25号上午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 为期三天的活动 围绕青海特有的文化旅游和经贸三个主题展开 大型展览吉祥的土地青海 向香港观众形象的介绍青海的历史文化 藏传佛教以及民间工艺 在经贸方面 主办方将结合目前的招商环境和项目 向香港工商界具体介绍青海潜在的发展前景 及投资机会 青海民族歌舞剧院和戏剧艺术院 还将为香港市民献上吉付青海地方特色的大型文艺演出高原歌运 我们到香港来招商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将把这样一个大美的青海推荐给香港 同时让大家来了解青海 认识青海 从而走进青海 最终投资青海 台湾地区新当选的领导人马英九表示 他执政之后会立刻推动两岸直航 这引发了台湾民众去大陆求职的热情 那么根据台湾人力资源机构的统计 仅在今年的三月份 有意抢往大陆工作的在线求职人数 就超过了1.7万人 是两年多以来的最高值 据台湾人力资源机构104人力银行最新统计 目前台湾在线求职人数近30万人 较三月初增加了10% 其中在322选举结果底定之后 寻找赴大陆工作机会的求职人数为 17259人 是2006年以来的新高 至于企业提供的大陆工作机会 大约是8200笔 还不到需求的一半 104人力银行预估 待两岸直航时间表底定之后 在线寻找大陆工作机会的求职人数 渴望上看2万人 该机构另外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台湾有54.99%的上班族都希望在2008年12月以前享受到两岸直航的便利 有半数上班族更期盼2008年8月北京奥运开幕前就能通航 而民众最希望的两岸航点分别是桃园上海 据调查 营销管理贸易人才预计将十分抢手 而就产业类别来看 电子信息业 金融保险业 医疗保健业的人才 后世最为看好 世界上最小的彩色激光打印机 打印速度最快的数码一体机 可以随身携带的全功能电脑等等 这些顶级的最新科技商用产品集体亮相北京 这些新产品的推出将推动中国的IT商用市场与全球保持同步 这是由三星与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一款三维立体显示器 在常见的液晶显示屏上加了一层特殊的膜 画面立即呈现出立体的效果 翩翩起舞的蝴蝶仿佛飞出了画面 大海的波涛汹涌激荡浪花似箭 如果您还在为现在的打印机的速度和体积笨重而烦恼 那么这一款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小的彩色激光打印机 会让你眼前一亮 这款专为紧凑型办公环境设计的打印机 可以随意放置在办公桌上 虽然机身小巧但功能强大 其中具备的高分辨率可提供最真实的色彩 而这款号称海量的多功能一体机 集中了激光打印 数字复印 彩色扫描 及传真等多种功能为一体 每分钟的打印速度可达到43页 设计打印的最高负荷是每月20万页 而传统的打印机一个月最多只能打印3到5万页 展出的这些新产品已经不仅仅是展览台上的观赏品了 这种拥有6万小时超长使用寿命的70英寸大屏幕 以灵活多变的屏幕拼接功能以及丰富的视频接口 在北京三号航站楼率先采用 120块全高清分辨率的大屏幕将在奥运期间 为国际乘客提供清晰的信息资讯 把服装设计和汉字融合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昨天晚上开幕的2008中国国际时装周就给出了答案 来自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位年轻的设计师 他们围绕着汉字艺术这个主题展开了精彩角逐 作为本届时装周的开幕大典 第16届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大赛总决赛 继续沿用中国文化的主题 从1600多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的30名决赛设计师 共同演绎汉字之美 百余剑作品细节中流淌着中国文字艺术 从古书卷到甲骨文 从篆刻艺术到水墓蕴染 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青年设计师们 用服装元素诠释各自心中美丽的中国文字 因为我的主题叫汉字之间 在汉字之间寻找一种流行 所以我确定用宋体字 就是也是方块字 其中来自德国的选手大卫 以一组主题为沙漠的作品摘得金奖 我选择沙漠的沙漠 我组织的沙漠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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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沙漠的沙漠的沙漠 25号开幕的时装周 将主要展示 今明两年秋冬季的服装流行趋势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 将会有来自意大利 法国 日本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服装设计师 在北京的T型台上 举行近30场时装发布会 这里是新闻60分 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25号晚上 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 继续在北京进行 在争夺16强的比赛当中 丁俊辉一5比3 击败了英国选手乔佩里 晋级16强 赛前丁俊辉不断揉着眼睛 看上去很疲惫 由于前一阵的感冒 比赛前小辉的嗓子依然感觉不舒服 而他的对手乔佩里 可以说是惊艳丰富 世界排名第18位 丁俊辉此前跟他交手过4次 三胜一负 比赛开始后 丁俊辉率先展开攻势 很快就取得了57比6的领先优势 但是此后小辉失误不断 给了佩里反击的机会 英格兰人没有措施良机 以72比62先下一城 第二局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 不过这次是佩里 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出现了不该有的失误 丁俊辉顶住压力 在落后30多分的情况下 以71比68颁回一分 然而之后的第三局 丁俊辉再次陷入队队 对手的一个斯洛克 给小辉制造了不小麻烦 丁俊辉连续5次选择 弹两库救绿球 均告失败 他也以42比71输到了第三局 面对落后局面 丁俊辉没有像去年那样失去信心 而是很快地展开反攻 71比16 86比17 丁俊辉连下两局 3比2再次取得领先 尽管乔佩里随后 顽强地将比分追成三平 但是随后的第七局 成为比赛的关键 丁俊辉利用绿球和咖啡色球 成功地给佩里做了一个斯洛克 结果佩里同样是六次解救 才会成功 出色的防守确保了丁俊辉的胜利 90比22 小辉再下一局拿到赛点 第八局乔佩里背负了更大的压力 这次击打粉球不进 让他与16强彻底无援 丁俊辉漂亮地收下粉球后 以5身5比42赛胜 以总比分5比3 华弹对手顺利进入16场 中国男足今天将在昆明迎来 2010年南非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的 第二场比赛 对手是澳大利亚队 在执行主教练弗拉多 和总教练杜伊科维奇眼中 郑志 邵嘉一和孙继海 这三名海外球员 将成为今天比赛 中国队重要的棋子 中国队最后一堂训练课 安排在昆明拓东体育场 训练开始前 总教练杜伊科维奇 与郑志 邵嘉一 孙继海三名归队的海外球员 进行交流 并且在之后的对抗训练中 让三人穿上了 逐立队员的黄色背心 在弗拉多和杜伊眼中 这三名海归球员 将成为今天比赛 中国队的重要棋子 虽然合练时间只有一天 但是对于职业球员来说 这并不会成为困扰 我想作为一名职业球员来讲 我们不需要集中半年 或者一年 我们才能够打好比赛 今天中国队将迎来 小组赛的最强对手 澳大利亚队 在训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执行主教练弗拉多表示 希望球队能够团结所有力量 共同促成为好的结果 我想意义是不一样 澳大利亚确实是一支强队 我们尊重对手 但是从来不害怕对手 我们在赛前 针对澳大利亚也做了一些准备 在今天的比赛中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的队员和我们的球队 绝对不会放弃 当然我们肯定 今天的比赛 会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因为澳大利亚队的很多队员 都在五大联赛里较利 他们的经验 包括联场的反应都非常好 所以在这里 我也恳请媒体和球迷 在比赛现场 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 成为我们场上的第12名队员 这场骑 koji su vrlo iskusni